Hello,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一视频是关于动森最近4月23号推送的新版本 1.20的更新内容 艺术馆的开设和艺术品的收集 那么视频总共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活动中的基本过程 另外就是关于艺术品真伪的鉴定 我们先来说这次活动参与的流程 首先要把游戏版本更新到1.20 如果你的游戏没有自动更新的话 可以在Switch的主页对动森Android上的加号 选择更新软件里的通过互联网更新 这样的话游戏应该就可以升级到最新版本了 升级完游戏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博物馆和馆长傅达对话了 这个时候傅达就会和我们谈到艺术馆的升级计划 在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从奸商狐狸那里买到的艺术品捐赠给他了 那么到了第二天 奸商狐狸就会到访 他应该会出现在服务处的广场上 我们和他对话就可以购买一件艺术品 本来他是准备要价49万多的 结果突然一下子不知道怎么的 直接降到了4980 那么这个4980块 就是狐狸以后出售的艺术品的单价了 这个价格是固定的 我们拿着买到的艺术品去找馆长捐赠给他 那么艺术馆就会开始修建了 在艺术馆修建以后呢 狐狸又会出现一次 但是这次我们依旧没法直接进入他的船 我们得先在岛上的随机位置找到他 跟他对话以后才能进入他的船里购物 那么之后 狐狸就会定期出现在我们的无人岛上了 以后我们就直接去船里找他就行了 船的位置就是在地图最上面 那块多余的沙滩那里 在他的船里我们每次都可以看到四个艺术品 其中真品和艳品的数目是没有规律的 也就是说可以同时存在多个真品或者多个艳品 我们可以通过放大和缩小来查看画和雕塑的细节部分 但是因为我们每次只能买其中一个艺术品 狐狸出现的频率也确实不算高 据很多人的统计呢是差不多一周才来一次 所以如果你想比较快速的建成你的艺术馆的话 还是得抓住狐狸每次来的机会 多买真品少买或者不买艳品 当然艳品肯定也是游戏体验的一部分 我觉得买点假货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艺术品的设定对我来说最大的玩点 可能也就是来玩这个大家来找茬 看那些个假货到底假在哪了 另外值得一起的是 在你买完其中一件艺术品以后 别的角色也可以来买剩下的艺术品 所以如果你某一天有两个艺术品都想要 可以让朋友或者同一台机器上的副角色来买 那我们买完艺术品以后 狐狸会在第二天通过邮件的形式 把艺术品寄给我们 居然不是现场交货你敢信 估计也是怕我们知道是艳品以后 反悔而要退货吧 那么说完了整个活动参与的一个基本步骤 和一些注意事项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有艺术品 包括全部的绘画和雕塑的真伪鉴定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 我们将会说到真品和艳品的区别 具体在哪里 帮助大家在每次狐狸开船来的时候 都能获得一个不错的效率 当然 毕竟每个人玩游戏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佛系的玩家 视频接下来的内容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游戏体验 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真伪鉴定 同样也是分为两个部分 我们先来说那些只有真品 没有艳品的艺术品 其中包含了两个雕塑和十四幅画 首先是只有真品的雕塑 伟大的雕塑 卡美哈米哈 国王同像 似曾相识的雕塑 思想者 然后是只有真品的绘画 明贵的名画 自由引导人民 光线的名画 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味号 神秘的名画 死之导 热闹的名画 女神游乐厅的吧台 强健的名画 播种者 沉默的名画 奥菲利亚 珍贵的名画 向日葵 何旭的名画 大丸岛的星期天下午 舒适的名画 卓伊的马哈 很好的名画 吹短笛的男孩 常见的名画 十岁者 磅礴的名画 复月三十六景 神代穿冲浪里 闪烁的名画 星月夜 厉害的名画 苹果与橘子 那么只有真品的说完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 既有真品 也有艳品的艺术品的鉴定 我们还是先从雕塑开始 之后 所有的真品都会放在左边 艳品放在右边 石头鹿雕塑 奥尔梅克巨石头像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它的嘴唇和表情 嘴角下沉 表情严肃的就是真品 嘴角上扬 略带微笑的就是艳品 武士的雕塑 兵马俑 这个区别就很明显了 真品没有铲子 艳品手里会拿一把铲子 远古的雕塑 遮光器涂藕 这个的区别在耳朵上 真品没有天线 艳品会有天线 有的时候艳品的眼睛还会发出蓝光 出乎意料的雕塑 厚姆雾顶 这个也非常明显 真的没有钙 假的有钙 充满母爱的雕塑 罗马母狼雕塑 你可以看到 真品没有把舌头伸出来 艳品有一个很诡异的舌头 神秘的雕塑 纳福弟弟胸像 真品是没有耳环的 艳品的右边耳朵上有个耳环 神圣的雕塑 胜利女神像 这一件大家可以仔细看了 真品是右腿在前 艳品是左腿在前 英挺的雕塑 大卫像 这件很有意思 真品手里没有夹书 艳品的手里有本书 然后是线索的雕塑 罗塞塔石碑 这个不多说 真品是黑色 艳品是蓝色 接下来是强壮的雕塑 制铁饼者 这个有点意思 真品手里没有表 艳品会带一个手表 最后 是美丽的雕塑 米洛的维纳斯 真品没有项链 艳品脖子上会戴项链 那么说完了雕塑 我们再来看一下绘画作品 苏木的名画 公鹅 这幅可以说是极具细节了 真品远处的人 手会贴着门框 而艳品的手是浮空的 有趣的名画 四季夏季 真品的胸前有一朵花 而艳品没有 漂亮的名画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真品戴的是圆形的珍珠耳环 艳品戴的是五角星耳环 有时候艳品中的少女 也会闭上眼睛 平静的名画 倒牛奶的女仆 这幅也是得放大的仔细看 真品倒出来的牛奶很少 就像一根线 艳品倒出来的牛奶很多 可以说是轻浮了 学术性的名画 维特鲁威人 真品的右上角很干净 艳品的右上角有五字 惊人的名画 夜巡 同样是得放大来看 真品中间的角色戴着黑色帽子 艳品没有戴帽子 恶妥的名画 抱银鼠的女子 真品怀里抱着的是全白的 艳品是灰白相间的 这幅就非常经典了 有名的名画 蒙娜丽莎 真品的表情就像我们熟悉的那样 艳品直接来了个挑眉 勇敢的名画 蓝衣少年 真品的发际线比较高 艳品是齐刘海的精神小伙 端庄的名画 回眸美人图 放到最大来看 真品的脖子上有白色的发簪 艳品没有 有的时候艳品也会面朝左边 俊俏的名画 三世大谷鬼赐之奴江护兵位 这幅很逗 真品的眉毛是朝内的 艳品是非常神奇的八字眉 动人的名画 维纳斯的诞生 放大以后看右上角 有树的就是真品 空空如也的就是艳品 粗野的名画 右半边 封神屏风 这组看颜色就行了 真品是青色 艳品是白色 粗野的名画 左半边 雷神屏风 这次刚好相反 真品是白色的 艳品是青色的 接下来是细致的名画 紫阳花双击图 真品是蓝色的 艳品是紫红色的 那么最后一幅 优美的名画 雪中猎人 看左边 真品是三个猎人 艳品只有一个猎人 那么好的 这就是今天这一期 关于艺术馆玩法 和艺术品 尖尾鉴定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希望大家都能早日 建成自己的艺术馆 那我们就下一期 再见 拜拜